哈囉!你好!我是萊斯 歡迎來到萊斯新電報第37期 這一期將會介紹 11月25到12月1號發售的重點新遊戲 另外因應11月23到11月30的秋季特賣 除了前兩天上的秋季特賣推薦以外 這一期新電報也幫大家整理了重點的歷史新低 這是在一個不想在秋季特賣 一直報導重複的遊戲 然後又可以提供最低價資訊的一個變動的方法 我自己是覺得蠻不錯的 希望你們會喜歡 另外年末年初真的是台灣遊戲界的大月 除了Land Party會辦在年末以外 把他的佔據小巷的格鬥階身是 B Pro Cup 格鬥遊戲電競加年華 六攤和上班不要看的湯瑪士合辦的G8電玩展 三個重點活動都會在12月9號開始活動 那這一期的Podcast的夜店王咖 也邀請到了湯瑪士來聊一下策展的三兩四 有興趣聽我們聊聊幹話和理想的 相當歡迎來視聽一下 同時夜店王咖第二季也迎來了最終章 最後一集啦 第三季如果有要做下去會再另行通知 那這次的G8電玩展我個人很期待 如果你是一個真的有在打電動的人 蠻推薦去看一下的 裡面88個獨立遊戲的攤位 有很多長期在做遊戲的廠商都會去 然後還有32個攤位是國產的 黃油專區 進去要身份驗證 現在在下方資訊欄裡面 會有購票的連結 有想要去的可以先買 而且他的時間真的是很體貼 下午1點到晚上8點 就是一般我們這一群人比較會活動的時間 早上我們本來就是比較少在睡醒的 還可以吃飽飯再去 那我自己應該是第一天就會過去拍攝 有碰到的話可以來打個招呼 那今天的開頭就先這樣 我們馬上來看看本週的新遊戲 以及值得關注的黃油 還有秋季特賣的歷史新低遊戲 首先第一款 騎士女巫 The Night Witch 由Supermega Team開發 Team17於11月30號發行 這款之前有在新品節玩過 還蠻不錯的 是個結合濃厚劇情要素的 類銀河戰士惡魔城遊戲 而且這款蠻妙的喔 一般來說這種類型的遊戲 常常會利用高跳 二段跳 爬牆等移動的能力 來限制你的移動空間 漸漸開放活動區域 但是這款是一開始就可以用飛的 是個雙搖桿的輕滿射擊 由於demo版四處的關卡比較短 所以也不知道他的類銀河 該怎麼樣的呈現 不過操作起來 手感還是蠻順的 而且他的技能用的是卡牌系統 你會裝6張效果和類型不同的牌 但是一次只會出現3張 使用之後會丟進廢牌堆 然後才會抽到另外一張起來使用 就一款感覺很微妙 做了幾個系統融合的橫向動作遊戲 下一款戰錘40K 黑潮 由FATSHOCK開發 同公司於今年的12月1號正式發行 這是一款共鬥類型的第一人稱射擊遊戲 上一期有報導過在XGP特報中 雖然現在還沒有正式發行 可是有先行版的可以先玩 所以在Steam上面的評價 早已經就開獎 剛開的時候只有65%左右的褒貶不一 因為我原本也有很期待這款遊戲 有特別注意了一下 當時的副品有蠻大量是 伺服器和連線優化的問題 今天在整理新電報的時候 評價還回穩到將近15000篇的75%好評 我依然還沒有時間玩 但是感覺黑潮應該是解決了 部分伺服器連線的問題 總之這一款要玩 應該是OK了 問題是要跟朋友在哪個平台上面玩而已 下一款 SAMURAN MAIDEN 武士少女 這是由Shed開發 第三publisher於今年的12月6號發行 看到這個畫風 是不是覺得有點眼熟啊 在回想Shed這間公司 是不是好像也有聽過啊 這間公司發行的產品不多 畫風也蠻獨特 沒錯 他的前一個系列作品是子彈少女 還有前段時間的賽車競技遊戲 神田川 Jet Girls 也是他們做的 那子彈少女我之前 有被畫面洗去買了折扣品 遊戲還行 背景畫面超爛 遊戲性偏低 又只是個插邊球 所以後來我好像是沒有做成專片介紹 就讓他給過了 但是整體上不知道為什麼 Steam評價還是不錯的 現在從TPS的射擊遊戲子彈少女 變成拿武士刀近戰咒博的武士少女 在建模背景看起來都是有一定程度的成長 我個人是覺得沒有到期待的等級 可是身為騎士團的一員 這種遊戲出了也不能夠不知道 會想等到他打個五折六折的那一天 收來玩玩 下一款 熱血硬派國夫軍外傳熱血少女 二代 由WAVE FOR WORLD開發 同公司與Ark System Works 於今年的12月1號發售Switch版 在Steam上面也有看到銷售的頁面 可是沒有提供日期 有可能是Switch版先發售 那這個一代我有買來玩 評價是還不錯 可以給過的等級 前作的評價是超過2000篇的85%極度好評 看了預告 應該是和一代整體的調性差不多 畫風可愛 走金字像素風 這個都和一代一樣 加上最近的忍者龜 許瑞德復仇 有為這種復古風的橫向動作 打了一技強新增 大家對於這類型的遊戲 接受度也稍微更高了一點 這次還新增了 瑪莉安和普露比 兩個可用新角色 如果有喜歡的話可以注意一下 猜測先出Switch版的原因是 Switch版一代差不多是破千元 但是Steam版之前的售價是400多 現在秋特打折只要219 我會覺得這個未來等折扣就好 本體1000多可能會有點貴 那本週另外一款我覺得 可能會很不錯的遊戲 Deepening Fire 深淵之火 由非常大的狗 Very Big Dog 開發 E-Time Studio 於今年的11月30號發行 那這次我原本看到它的一些介面 角色的樣式會有點害怕 特效也有點廉價感 感覺是沒有什麼資源的小團隊製作 不過這不表示說遊戲一定會不好玩 這款會持續關注一下 如果評價不錯的話會再跟大家分享 接著我們來報一些遊戲發售的新聞 在Steam拿下16000篇 92%極度好評的 Survival類型遊戲 黎明前20分鐘也發售了手機版 售價跟Steam版差不多 差了2塊台幣 遊戲是真的很不錯 有想要在手機上面玩的人 可以考慮一下 另外 國產遊戲近期的重點IP 天命奇遇 前段時間也釋出了新的遊戲 天命奇遇歸圖 主角一樣是推理能力超強的諸葛宇 不同的地方在於 這次他們做的是動作角色扮演的 ROGE遊戲 有天賦、有裝備、有技能隨機系統 每次過關都可以學到新的天賦 黃金天賦和新武學 然後有兩條路線可以走 看來假山林也有期待在動作ROGE這條路上面 發光發熱 個人也是蠻期待他們這支遊戲的表現 緊接著就是我們秋季特賣 歷史新低單元 我看了一下 覺得最近的遊戲販售市場 有點妙喔 重金屬地獄歌手從8折降到66折 發售兩個多月打到快對折去 只要494不到500塊 人中之龍七光雨暗的去向也降到35折 現在遊戲只要591 也是非常大的折扣力度 被提名入圍 而且還有得獎的星際義工隊 從先前的5折降到現在剩下35折 只要626 P5天下第一的女神藝文武皇家版 也迎來了Steam版本的第一次折扣 第一次折扣直接給到7折 只要1253 前面介紹的4款遊戲都是超高評價的遊戲 淨歷史新低 有發現了嗎? 很微妙對不對? 這些全部都是有上XGP 訂閱之後免費玩的大型作品 那他們的競爭策略 可能就是跟一般其他遊戲不太一樣 因為會想要玩 有在關注的 可能早就有買XGP服務了 那麼在遊戲評價很高 卻還沒有買的人是為了什麼? 那些人可能就不想要用XGP的服務 不想要用訂閱制的 他就是想要收藏起來 收起來慢慢玩 用XGP心理上面會有點壓力 那也有可能根本就還沒有被觸及到 或是並不是長期性的遊戲玩家 有可能就是一隻一隻慢慢玩 針對這些用戶 與其花大錢去買KOL的廣告 媒體投放 更節省 而且有力的辦法 就是給予更高的折扣 這樣不僅僅遊戲本身的CP值會越來越高 還有各種遊戲相關媒體也會幫忙報導 甚至你身邊的朋友 作品的粉絲們看到新的折扣 也會幫忙推廣 在行銷策略上 我覺得算是相當成功的一個決策 而且未來Steam的特賣活動 會更有規則性 沒有了新年特賣 改成了春季特賣 基本上就算是一季一個新品節 最少一次的特賣活動 也應該是未來有上XGP合作的開發商 發行商的一個主要策略 想要省錢或是偏速食型的玩家 就讓他們在XGP上面玩 從微軟手上拿到的授權基因 甚至有協助開發的前期資源 不願意用訂閱制 想要擁有遊戲的人 就用低折扣來吸引 舉例來說 最近也是才剛上的強擋熱門新品 史萊姆農場2 在上了沒有多久之後 也馬上就打了8折 來到了350塊 人中之龍極惡的折扣 右下看到了3折 只要267 然後也是9月剛出的 壓倒性好評遊戲 迪士尼夢光谷 也是歷史新低 8折優惠350塊可以入手 那一樣是9月初的經典IP續作 重返猴島 也是直接給出了8折390的優惠 總之就是有注意到這個狀況 未來在買遊戲的時候 如果荷包比較緊縮 可以拿起來參考一下 那還有很多遊戲有特賣折扣 也都有歷史新低 蠻常會有人在特賣推薦報中的留言中問 為什麼沒有報哪個哪個遊戲 有時候我覺得宣導的太多次了 有點煩 因為之前有報導過了嘛 我知道你們很喜歡某隻遊戲 或是某類型的遊戲 可是因為特賣報 我已經報了5年有了吧 我不可能每一次都報一樣的遊戲吧 都是盡可能的介紹一些 沒有出現在特賣推薦中的遊戲 而且我的特賣推薦 都是我自己親手下去玩的 有破的 所以有些遊戲沒有報到 我就有空再去玩 那播放清單也在那邊了 之前有特價過的 現在幾乎都會有特價 我覺得歷史新低是可以拿出來提一下 所以想說趁這個禮拜 沒有什麼新遊戲 並入新Game報中 我覺得是還不錯的決定 但是報過的遊戲 還要重回特賣推薦 我是覺得盡量不要 那接著歷史新低的重點遊戲 還有幾款 我順便講一下 Restadent Evil 2 惡靈古堡二重置版 現在25折 售價327塊 這支遊戲你可以不玩 但是買了 某的一定要裝 懂的人自然懂 不用我多說 我不懂的人 聽到這個語氣 你也該懂了 迴圈英雄 現在剩下的銅板價只要88塊 現象級的毒性遊戲 看起來很簡單的東西 我玩了50個小時 還發了不只一片在介紹他 很猛的一款遊戲 國產動作優質作品 廖天丁進入了XGP之後 第一檔大型特賣 直接下探到對折 只要199 真有你的 然後喜歡卡牌購族 應該都已經玩過的怪物列車 扯了 25折 現在變成了銅板價94塊 如果你還沒有玩過 又喜歡這類型遊戲 我拜託你買 穩的 那接著 針對一些有特殊需求的人 也有你們的版位 NechoWorks的愛地方 現在本體折扣後 同版價 喜歡看戀愛視覺小說的 只要65塊就有了 那如果你看小說的時候 還喜歡做點運動 他的DLC是付費的 也是折扣後65塊 那今年兩個讓我對歐美市場改觀的遊戲 第一款是Tresher of Nadia 納迪亞的寶藏 這隻7折187 好玩好用好有趣 別看他不支援中文 是可以弄中文化的 社群有交 第二款是Flesh Woman Season 1 現在8折折扣 只要198 以上全部都是歷史新低 不要再問現在可不可以買 還會不會更低 跟你講 一定會 什麼時候不知道 你還能等 還想等 你就可以等 像是Sony最近旗下的幾款大作移植 戰神現在就75折 PC Steam版只要892 蜘蛛人Remastered版也是75折 只要1117 自己決定一下就好 最後的福利環節 我的天 我甚至不敢講遊戲類型了 總之遺產 Ladina's Pass 這一款我不敢說是期待 雖然是有模有樣的 不過看起來UI畫面稍微有點簡陋 那這種遊戲玩起來 手感好不好是真的不知道 不過在影片的最後 有提供了一下人物模組的臉型外觀 我覺得還是稍微注意一下就好了 另外這款查資料的時候是免費遊戲 下一款 Vertimate Plus VemX 這款是由VemX Meshed VR兩間公司共同開發 跟你們講 如果有做什麼3D做VR很厲害的公司 想要找個方法來火力展示 你們家的隱形和技術 做這種遊戲就對了 它看起來好像是個開發工具 好像可以開發出很厲害的東西 不是要你們買 是推薦你們去搜尋一下 我覺得如果有做好 這款真的是蠻有料的 最後我知道大家一定都在想 封面那個遊戲是哪一款 就是我之前強推的Secret Pie 現在除了新的DLC 不論是畫風 筆觸都是頂規等級的韓國被抓大手 Kidmo 目前看到副評是說很短 內容很少 別被騙 但是 118塊的價格 3個全新角色和配音 我給過 把人我不知道啦 3個角色好幾個片段 1槍60 我覺得是可以接收的範圍 不是工商合作啦 但是廠商看我之前有做他們影片 有直接給了我10組的序號 所以我2槍是免費的 另外其他的9組 會在11月Steam Deck抽獎的時候 一併抽出 應該也會把之前的來小師滑鼠店 拿出來抽一抽 沒有意外的話 應該是11月底的那個週末 12月2或是11月3抽獎吧 再次宣導一下 G8電玩展 格鬥遊戲嘉年華的資料 還有我實況的網址下面都有 有興趣的就點來看一下 沒有意外的話 我兩個活動的都會去看看 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這些大型的遊戲實體活動 那這次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是萊斯 謝謝你看到最後 大家掰掰